清明扫墓季组四天廉价台中雾日高铁站 从4月3号到4月8号共计六天 启动廉价输运 加开195万次列车来输运旅客 而台铁则是全线加开各级列车 共计155万次要来疏解 来势汹汹的清明廉价返向人潮 旅客插卡近站这里是高铁台中站 因应清明廉价即将到来 为了加强输运6号凌晨0点起 开放购票 从4月3号到4月8号 总共规划了六天的输运假期 那总共加开195个班次 那旅客如果在这段时间 有搭乘高铁的需求 都可以从3月6号的凌晨0时 透过台湾高铁的网路订票系统 还有台湾高铁的手机T-Express App 还有全国便利超商来进行一个预购 清明廉价期间 从4月3号到4月8号共6天 高铁除了规划加开班 及配置八节自由座车厢 来输运人潮外 也注意到每年提前返乡 扫墓的人变多了 因此实施周末短期增班服务 从3月15号到3月31号 连续三周 加开58班次列车 包含南下35班 北上23班 民众对此都大赞 不用担心返乡抢不到票了 加开班次的话 其实它可以减少流量 就是往返家里的人 其实就是还蛮方便的 让一些可以办公或是返乡的人 可能就是比较会有机会可以买到票 台铁区间车缓缓近战 廉价期间加强输运旅客 全线加开各级列车 共155班相较平均增加了 每天平均会提供约33万个座位 此外从4月3号到4月8号 也暂停发售亲子车厢的车票 加开155班次 书运期间平均每日运人 与平均平日相比可以增加 6.8个百分比总座位数 和平日相比可以增加 78192个座位数 从3月6日的临时开始开放 预定至4月8日为止的车票 订票后两日内需要取票 有加开票的话 就不用担心交通的问题 清明廉价高铁台铁 纷纷加开班次来书运人愁 就是要让民众都能顺利返乡祭祖